不要再说谁骂我了 我再跟你讲一下 你动动脑子就知道了 那是一个碰瓷用户 我明白吗 那是一职业碰瓷的 你看看他的东西 你就知道了 但是兄弟们 我想说一下 就是就我 我的偶像 铁城这件事情 我想说一下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看过兵哥这个书的 我认识铁城哥 我之所以对他 能后来包括这么崇拜 首先是因为 我看了兵哥这一本热销书 好吧 里面有关于铁城的故事 我看完这个故事以后 然后我跟 兵哥当时在夜里凌晨 我看到这段 我给他打了电话 我说 你这个故事里面 百分之多少是真的 有30%吗 他跟我说兄弟 我里面写了最多1% 我说真的吗 哥 他说你放心 他每一次在采访任何一个人 他在采稿的时候 至少要写2万字 而且他不是进行一次采稿 他至少三到五次 在不同的时间段问他同样的问题 看看他说的东西是否和逻辑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认可兵哥 兵哥是谁我就不说了 好吧 就是懂的人就懂 就应该叫你们叫兵叔 好吧 也是我非常崇拜的一个哥哥 上次跟我连迈 我在他的书里有幸认识铁城 并且有这个缘分 因为他之前全部都是在国外 好吧 他我就不说在圈内或什么东西了 就是没有必要去提 因为我本身不懂这个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 我在跟他接触交往 包括他是在 骑行的过程之中结的婚 他的孩子是在我说了 某某国家的野生公园长大的 然后没有上过一天正规的学校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一个 在任何领域 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大神 或者是一个这样的人 在精神上的追求是一样的 自由 自我 平等 就这三点 这是我总结的 所以我觉得真正说得到的人很多 我也能说 但真正做到的人 非常非常的少 包括我做不到 但我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是